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乐清花 最有名的有乐清花池 这是在有乐清花池里面算是比较特殊的一款 它的气型是来自于西亚地区 西亚地区的王宫贵族 甚至于王宫里面所用的金银器 你说琉璃有没有 琉璃也有 但主要是金银器为主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造型很奇特 而且很好看啊 这个造型很耐看 它这个叫做竹台 八角竹台 八角竹台 上面这个是什么 点蜡烛 参蜡烛的 昨天我照了很多细节照片 中间有个孔洞 底部呢 有三个孔洞 它留着孔洞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个是烧的时候它不会炸 它不会糖炸 因为高温一千多度就要烧 你要是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 就像我们看那个什么 那薛德最有名的那个 国家安定了 就是顶式大炉 江牙海水温的顶式大炉很大 像个顶这么大 它也是它中间有夹层 它没有夹层的话 它重量更重 它中间有夹层 夹层叫什么 几个定点它叫砖洞 砖洞它造成的这种气流 使它里面不会膨胀 不会爆炸 不会糖炸 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这个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中间的这一管里面 上面一个孔 下面三个孔 它这个照理 当然你说仿做的有没有做 它有的 仿的 它有做到 它有的仿的 它绝没有做到 这可以作为鉴定一个基本 但是不能当作一个绝对 真正要鉴定 还是要从它的气型 跟它的文士去入手 和它的青花发色 气型 我讲 我看过反观瑶瓷器的 一般最大的败率 一般最大的败率 那个气型 那个气型看起来笨笨 比如说你要像访青三代 青三代 当然最有名的法郎柴啊 或者是坟柴什么的 我们 就是说一般外行看起来 画的差不多滑不溜溜的 都喜欢画些大牡丹啊 画些什么都一样 但是你懂的人 你常常看好东西的人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那气型呢 真正那个观瑶气 不管是明初清花史的勇学清花 或者是清初的 康庸前三代 不管是清花也好彩植也好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它那个气型呢 非常漂亮 它那个气型有一种怎么讲 有一种趣味性 有一种那种艺术性 它有一个什么 黄金比例 那看上去会很舒服很灵巧 比如说大而不笨 对吧 大而不笨 小而什么不足 就是跟你感觉上 就是看起来就很舒服 就像我们眼前这些器物 它的成型工艺非常困难 你做金银器可以 因为金银器它 它有展颜性 它有展颜性 你怎么样敲打它怎么样 它就顺着你的意识走 不管是金也好 银也好 它的展颜性都是非常好 哪怕你做个玻璃的 也都不难 玻璃它要磨着一贯 对不对 不过在那个时候玻璃的 也是不容易 那我们要在瓷器上面的话 你要一片一片的 去把它单独的做好 它这个一片一片 它长得 我们讲的 八面开光嘛 这八面开光的地方 它里面都画一朵折子画 一大朵折子画 这每一朵折子画 都是一幅美丽的画 我先转给各位看看 每一朵折子画 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比如说 花 莲花 有莲花的那种美 而且莲花 它跟隔壁旁边的那个姿态 还没有完全一样 你去看 你仔细看 画牡丹花的 有牡丹花的那个味道 画那个西藩莲的是西藩莲的味道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也是 很有名的 就是它在中间的这个扁局 我这边也有 你那边也有 都可以看到 这个扁局文 这个扁局明初 但明初 很喜欢画这个扁局 而且画的很特色 画的那种感觉呢 就像 就像是一个大的一个风火轮似的 那种感觉 那当然上面 这边 气口的这个地方 几道玄文 玄文有那种流淌感 要注意到 这也是它鉴定的 这种特色 玄文 靠气口的这个地方 这个玄文有那种流淌 有数码地心有向下流淌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接着 它这个收邀的地方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交业文 一圈 一圈交业文 一圈交业文 接着 下面就开始 往外放 往外放 它也是成为什么 八卦形 就是八角形 气口是八角形 然后什么 沿着下来 一路都是八角形 它只在脖子的这个地方 是成一个什么 圆柱形 上小下大的一个圆柱形 另外一个鉴定上很重要 就是 它这个周间 这一圈 我们讲到 它这个用连半文 外圈是连半文 内圈是用什么 江牙海水文 你这样看不到 我昨天也剖细节照片 你对照的我 铺到那个FB上的那几十张细节照片 它这边是个凹槽 它那个江牙海水 它海水文是画在一个沟里面 那沟是做什么用呢 为我们点蜡烛 这么大一个蜡烛 它点的时候会有蜡类 所以就滴下那个蜡油 就称为蜡类 蜡类滴的时候它可以这么 顺着接到这个钩盘里面 所以它这是一个细腻的一个 一个气形上的变化 一般的房品 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 会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像我刚刚说 它打洞 内部的开口打洞 还有 接这个蜡类的这个 这个海水文 它是平面的那些不对 我们都是一个 所在一个凹槽里面 那接着下来 两道悬文之后 下面就是主体文士了 它银定式的开光 银定式的两头大 这样枕头银定式 那总结 就画了折子画 每一朵折子画都画得非常漂亮 那个力道 那种都是有那种艺术表现力 所以一定要看东西 你一定要怎么 往里面看 就像我们那个 神古兵剑的那个说的 我们看人的神要往里面看 看人的情态要往外面看 是吧 情态者是神之鱼 换句话说 神之鱼者为情态 看这个人的 那个 走路啊 看他那个动作啊 看这个人的嘻笑怒骂 这种是一种情态 这种不是神 但是王底去亏的话 才看到那个神 所以情态者是神之鱼 我们讲一点人像学 高高境界 那叫什么 容貌 我们讲的容貌 我们小学生 要检查服装衣容 服装衣容 那容貌是什么 四方大脸 或者这个人长得很端正 或者这个人长得脏头鼠目 这牵涉到什么 骨相 对 容貌者是什么 骨之鱼 换句话说 这个往深一层看 就是他的骨相 往前一层看 就是他的容貌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容貌在西方 就叫容貌跟情态 就是西方研究的行为语言学 body language 他们看得到的是一个外貌 一个动态跟一个静态 那我们中国人看得更神的地方 除了容貌跟情态 body language 我们有在看 行作握力 它的动向 静向怎么样 我们还要往深入一层看 往里面会去神域 就看神 所以看他的骨 看他的神 看他的骨 所以我们看一个瓷器也是这样 外貌要不要注意 当然要 当然要 要注意 他怎么样美不美 怎么样 让他往里面一层看 就是我刚讲的 你看他的光摇器 他的观摇器 他有一个审美情趣在里面 他不是乱做的 往往走钟 现在都已经讲 走钟 有些弄得花不溜机 看起来是很不错 但是你 常常看好东西的 你看 不对 走钟 走钟 样子变了 所以他做的再光鲜 都没有用 好 就是说观摇器 他有时候甚至 他也会有些小缺点 像摇裂了 或者有点 带一点瓢了 什么 我们都看过 这种 这反而是正常的 但是气形 他那个出发点就不对 他的骨相就不对 你又把它淘汰掉 好 给各位照一照 今天是强调的是给各位 以前我也有谈过 以前我是从什么 从那个 星象学上谈 还有从他的一些 那个 高能物理学 我也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高能物理学 你看 现在在日内瓦 就是在瑞士手术 日内瓦 他到法国 中间有一张 所谓高能物理的一个实验室 他那个实验室在地体隧道 那是花了一百多亿美金 制造的 全世界最先进最贵 大强子对撞机 他有多长 吓死人 27公里这么长 就将近30公里这么长 地下那个很大的一个隧道 他那个隧道的一个组成 他就是 两边 他把两边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 直指 他把那直指 压缩 急速 然后用接近光速的速度 让它对照 就真的后来 在2012年的7月4号宣布 2012年的7月4号 7月4号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的生日 就美国国庆 就马上就到了 7月4号他就宣布 发掘了什么 西格斯 破例子 西格斯破例子 西格斯破例子 就西格斯例子 它因为它是 它衰 衰 衰变很快 发觉那一刹那 多少万分之一秒的一个情况 这样 然后它就 变掉了 换句话说 你看不到那个东西 但是可以从那个东西的副产物里面 证明那个东西的存在 西格斯破例子 西格斯破例子 证明它存在 就证明有西格斯厂 那西格斯厂有什么重要 我跟你讲 因为你才知道生命的起源 你才知道什么 宇宙的起源 星球的起源 因为本来所有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所谓天然的例子 到处都存在天然的例子 就最小的这个例子 它是处在一个无重力 无能量的状态 因为有了西格斯厂之后 它因为经过了西格斯厂 所以赋予它 跟它偶尔的关系之后 它就产生了能量 所以它有质量 是这样来的 所以证明那西格斯厂 其实几十年前 大概五十年前 半个世纪之前 就有科学家推论 有这么一个东西 可是实验上 实证上 没办法证实它能存在 只能够把它当作一种理论 一种理论 诶 结果 大翔之对撞局 在2012年7月14号 宣布成功 它有 它这种对撞 有接近光速 人为去控制 接近光速的速度 而且它要10亿 它要11次的对撞 才会产生一次 这种可能性 而且看不到它 只能看到它的副产品 它的副产品里面 才证实它的存在 证实这个希格斯波利子的存在 也就证实了希格斯厂的存在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宇宙之间的能量 的粒子 这个基本粒子 它的能量来源 就找到了这个源头 所以有科学家把它称之为 什么 上帝的粒子 这也是有开玩笑 早期人家写这个 就做这个研究 已经头昏脑脑上了 写在这个科学杂志上 本来那个 那个也是名字 我一下子忘了 它也是德国诺贝尔科学奖 它写这个时候 它用一句比较粗话 Goddamn 就是拿着鬼东西 Goddamn particle 然后那个科学杂志里面的总编辑 文章不错 可是名称只要能要求它改 才让它刊登 他Goddamn 就是上帝诅咒 这个字符好听 把它改成一个负面的话 改成正面 它就改成了 The God The God particle 所以就变成上帝的例子 这个东西就像是上帝造人造物一样 你找到了那个造物主的关系 所以这个 好 我们再讲 我看它那个对撞机 在隧道里面的那个形状 它那个隧道很大 就像是我们一个什么 我们把我们那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 八角株台 八角株台 两个 这个八角株台 通常它是一对 那经过六百年 很少就一起存在 多半都单字单一单字 那它烧成的时候是一对 类似像五共 五共 的这种 它两个 把它倒过来摆 两个小口 对着小口 这种的感觉 这后面 就像是隧道的 它那个身体 对撞机的那个身体 在中间 就像是它伸出来的探针 它把所谓宗子 那个极速光 用极速光 用光速的速度 让它对撞 就通过这一段 把它倒过来 两个小口 对小口 这种感觉 就跟那个 那个非常像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它里面是 我们是生命的能量 生命的能量 我们看待什么东西 我们有时候 理尽看待它 有时候 我们欣赏那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 要从一点感性的角度 就像是 埃斯卡纳奇 那个 英国最老 而且最有分量 那个 东方 就是 研究中国 古董 最有成就的 大古董商 埃斯卡纳奇 他卖出来的鸡钢杯 卖了2.8个亿 被 被我们的一个 一个信流的 被买去 那老先生 就快100岁了 95 6岁 他摸的那个鸡钢杯 他讲的一句什么 他感觉到 里面有气在动 生命的律动 他是个西方人 在看我们中国持续 他都用这种什么 感性的眼光 除了理性之外 外向感性的这种 眼光在看 那纯理性 那就是乱钱的问题 是谈价钱的问题 还谈他的这种感性的音乐 给他的感受 他还舍不得卖 他还舍不得卖 那个鸡钢杯 他因为摸他 他感觉到有气在动 就是有生命的一种律动 同样的 我们这样的一个八角竹台 他在当时 这都是最古老的国家 比如说他从中东 中东波斯 他有波斯的什么 古老的传统 波斯的传统比我们 中华的传统还要久 只是波斯的传统 他没有直接 他中间有段序的存在 但我们古老的中国也是 古代我们就有什么 听闻形象学 我们研究八字的 研究心命溯源 研究指挥斗数 都提升到很多天心的理论 都是一种 人文会碎 但是怎么样 把宇宙的概念 把宇宙的概念 宇宙哲学 把它结合到自己 在修身养性上面 变得一种 天人合一 所以我们对宇宙 各种星象的观察有没有 有 只是我们的观察 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修身养性 当成天人合一 带来身体 或者练习什么 导引 气功导引 我们把它导向这方面 那西方人是把导向于什么 当作什么 国防科技 国防武器 怎么用什么 直指光束 用什么 用量子 用什么雷射光 用怎么样的 怎么样 用在科学上 用在工业上 甚至用在国防上 甚至用在战场杀戮上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 孔老夫子讲 内圣外望 就是我们一个王道 跟一个霸道 之间的不一样 当然也不能说 说得太露骨了 点到为止 要讲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它有它的一个什么 它有它具体的一种 实用的价值 还有它的一个美学的价值 还有它文化 因为这个中西文化 汇水的一个产物 文化的价值 它还有一种什么 神秘学 就是天文心象神秘学的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 让你有一个想象空间 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 到了 薛德有没有 到了乾隆的孙子 不是 永乐的孙子 永乐大帝的孙子 是薛德 薛德 清华有没有 也有生气文 但它上面它有五款 这个五款 而且 我是觉得做到最顶峰的 最到位的 还是 永乐的 八九族团 因为是在它手上发明 它是第一手 它是第一手 这种感受 各位看看 看看这样的一个感受 再给各位照一照 这个东西 外面仿得多 真的少 仿得多 但仿得 你看有没有到位 一眼便真假 我说电池该换 给各位欣赏一下 好 再转一下 我听到有人说 转一下 对啊 我忘了转 他拿口岩的这个地方有流柚 柚在流动 而且它这个 它这个造的玻璃柚 它造的很深的玻璃柚 就是很厚 玻璃柚造的很厚 所以它看下去那个青花 好像这种晃动的感觉 尤其你看这个所谓的扁局 特别明显 它这一代的玻璃柚 特别特别的厚 就上半段 我在想 一方面是基于美学美感 二一方面 它擦这个蜡烛的时候 它有蜡烛的温度 它有温度 它那个蜡泪在低膛的时候 它对它本身的器物 也是一种保护作用 也是一种保护作用 当然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很美 就是一种那个油汪汪的 那种感觉 二人又带了一种 那种朦胧之美 它把那苏玛离青 跟那白柚 就是白柚青花 好 然后 那种对照主的感觉 展现出来 就英文blue and white 那种对照的关系 从这件词句上看得尤其清楚 好不好 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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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